大家好 歡迎回到《望向編輯保護》的節目時段 今節有我許傘 另外就是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真的要先升討東張西望 為什麼呢 搞錯啊 因為我們在6月22日的時候 看到河馬在下午的直播裡面 雖然他的直播沒什麼內容 但是他也提到已經跟東張西望約好了 再接受他們的訪問 大家心水清的話 想都想到了 難道真的訪問你們兩個 去楊江有什麼好東西玩 有什麼好東西吃 或者河伯看到外母大人有什麼搞 當然這些不夠juicy 最爆炸的話 我估計一定是關於這450萬的下落 這個是從一開始以來 就是最主要的重點 450萬是 就是河馬真的覺得是狼中物一樣 當然他經常都說 不是想拿了這450萬 我都說過好幾次了 他拿了它 還算是看到這塊錢 搬到其他地方花 他經常說要去做生意 或者要去怎樣搞怎樣搞 會變大那塊錢 似乎這個河馬也是中了某一方面的騙局 類似的 這個有機會我們再說 如果這樣的話 這筆錢 預算成為炮影 因為這個河馬也不像之前 看著東張西網的時候 他就說想做飲食生意 覺得香港的飲食生意有前途 請問香港什麼飲食業界 可以有這麼高的回報率 可以防一箱將你一百萬變成一億呢 當然沒有啦 他只是亂說而已 但是他這樣亂說 以為有人相信 沒有人相信 所以現在他很多黑粉就是這樣解釋 他說的東西太誇張了 但是可能河白是真的相信的 對吧 你看河白這麼迷惱 覺得就叫做不要緊 給一百萬去試一下 試一下又一百 試一下一百的 這個就一件事先 我們看到河馬經常都說 要看6月28日那筆定期就會到期 到時會不會在戶口出現 我覺得很奇怪 河馬真的很奇怪 不知還是怎樣 他的發音真的很好笑 聽死人 因為我們盤古初開 看回東張西網 一開始訪問這對 這樣的WOWOW男女的時候 看到都真的得淡笑 不過河白也有細數 他們兩個去銀行 怎樣查詢 這一筆定期的情況 大致上的意思 我們先回帶 當時兩件就走了去銀行 看到這450萬 如果真的要解封他的話 要罰11萬利息 罰很重 而且也說要個小女來簽名才行 河馬就捉住河白的手臂 糟了 你小女一定不肯來簽名 他這麼討厭我 又說罵我什麼 大陸婆 臭X 總之很難聽的說話 一直罵他 又說燈大雙眼 見他一次罵一次 穩飾走遠一點 那些之類的說話 但我們看回 我們很記得河白說的 銀行之後跟他說 那450萬他的小女兒 就用本票的形式匯走了 很簡單 若我問你 你有什麼情況下 要在銀行這樣出一張本票 去匯走這一筆錢 可能把那筆錢轉到另一家銀行 會不會這樣 大家都會這樣做 沒理由拿著450萬二元金 背包在一個背包 或者拿一個公民袋進去 在街上走 這是很危險的事 如果給了我也會 例如近年定期的利息 不是很夠高的 每一間都不同 可能你覺得 某一間銀行 就滿足不了你 又或者覺得你那筆錢 不是新資金 不讓你有那麼高的利息 你給了我 我也會 用本票的形式 可能拿幾十萬 一百幾十萬 也好 台銀可能拿過千萬 然後將它搬到另一間銀行 可以再開一個新的戶口 變身資金 又有一筆很好的定期 就像可白那些 因此 細女應該理論上來說 就是撥走了那筆錢 這樣的話 又怎會在 6月28日 又會跌到同一間銀行 這就是我們的估計 不過又說回另一件事 如果這個東張西望 你走去陪著這個河馬 和這個可白 我估計 這個我不敢說死 訪問他們倆 我估計真的走去 會不會幫忙增產 看看他們倆如何呼天搶地 看看如何租資銀行 上一次因為我們看到 東張西望 直接陪著可白打電話去銀行 甚至乎 河馬靜悄悄地 按下錄音功能 帶上手機錄下來 和銀行怎樣談 這些秘密的東西爆了出來 是頗汁的 但是似乎銀行 就變得很尷尬的情況出現 是的 現在搞到銀行 都要遇上這些麻煩 不過尷尬也是一時的 大家都知道 問題不在銀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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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到時銀行又回答 不關我的事 我們記得 當初這個訪問時 亦有銀行回信 亦有highlight出來 給大家看過 在電視上 我們也見過 東章時播出 到時怎樣呢 這兩個 痴男怨女 到時拿不到這450萬 那就精彩了 肯定在電視上 哭哭哭 這些是可白的 畢生血汗錢 可白又無限 那些是可白的 那些是可白的 這兩件事 一個是哭 另一個是 快要爆血管 這些畫面好看 但 變相會傷害 可白的五個子女 可白又做出什麼激烈行為 會否爆裂子女的私隱 又或者猛罵子女 你也知道 再加到七情上 可能聽眾聽的節目的你 我一定會同情這兩件事 不可能 一定支持她的子女 但這樣數照自己的子女 無論如何都會帶來子女的傷害 實質的也好 心靈上也好 這樣的話 變相東張西網 就拿她們這兩件事 發瘋的事 就向她們的子女開刀 會的 我相信也是 會對她們的子女 造成一定的困擾 不過也好看 到底 河馬或者可白 會說些什麼 如果她到時候 不會說太多關於子女的話 可能還說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可以肯定 河馬 尤其是河馬 更加會在節目中踩多兩腳 其實她的子女就沒事的 只需要不作回應 這樣就可以應付得來 我認為就 唯有就是這樣 我想兩方面 經過了這一段歷程 或者可能一些麻煩事情 都叫做捱得到過去 但是這一場的角力 河馬就一定不深色 你們看來就覺得四百五十萬 在她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可以讓她成為億萬富婆的黃金機會 我們在這一節裏 你看到那些相片 就是當時他們第一次接受東張西望訪問的時候 第一集出現了不少相關的畫面 就是他們在銀行做定期時候的事 或者是對話的截圖 甚至乎 阿可伯也爆了一句 我只是簽名拿利息而已 她自己某程度上也承認了 她的簽名只能夠提取利息 即是在本金上 是否她沒有這樣的資格 這個我們不敢百分之百否定 但是似乎有機會她的女兒可能真的可以拿 因為銀行職員也說 其實任何一位簽名都會有效 也看得到那些銀行部 真的不見了 那個數字 只剩下很少錢 他們的全民四千多元 就是叫他們兩個雙宿雙妻 間接地代表什麼呢 阿可伯自己也說 這些銀行簿、單等 全部保存在她手上 我想她應該也擁有過很多次 而且你也看得到 他們不是做過這些定期一次半次 即是久不久都會有去做 也有在那次訪問中 阿可伯也有說 何時何時再射100萬 到這個戶口裡 再做定期 即是他們已經很拿手 即是很熟 或者知道得到這些利息都相當不錯 例如看到阿可伯 在去年 即是2023年6月28日的時候 只是過一段的利息 她是拿了九萬多元 那你有九萬多元 跟何馬認識她的時候 那你有用剩多少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她有多少錢自己 袋在袋裡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她可以有錢 剩來買給何馬 買了幾十萬 我想她自己剩下 也有些少錢 即是利息令到她的生活 應該都不成問題 即是間接地代表什麼 某程度上 可能阿可伯自己也知道 那筆錢 6月28日 是不會跌回到那個戶口裡的 是咯 所以現在阿可伯 是不是在欺騙何馬呢 我覺得機會都頗大 因為可伯沒理由不懂 她在香港生活了那麼久 又做過那麼多份生意 普通銀行的做法 那個處理金錢的方式 她怎會不知道 但是她是很差的 就把問題拉到銀行裡 搞到銀行好像做錯事 事實上就不是 因為銀行沒有做錯的 再加上有個河馬在隔離 不停在那邊煽風點火 所以搞到 對銀行來說就變得很尷尬 如果阿可伯試過這些 找到東張西網 都不能夠嚇到她的子女 屈服給她那些450萬 她又跟子女抹了臉 似乎她真的很在乎於 未來日後的生活 有沒有河馬去照顧她的喜居飲食 她真的挺開心的 你看她 河馬自己也說的 明顯是 甚至乎河馬照顧她之餘 她仍然還有能力 還會幫河馬剪指甲 剪指甲也不夠 這個可伯真是世紀暖男 除了色情之外 還會幫河馬錯指甲 真是救你的命 是不是瘋了 神經病 我想很多男士 都未必會做得這麼細緻 有可能有些女士 要做水晶甲 所以未必會被男士 搞她的手指甲 這是一件事 但你看到阿可伯這些 真的很瘋狂 很瘋狂 她也希望河馬對她更好 也想河馬覺得她兩者之間 互相恩恩愛愛的 真是救你的命 很害怕 她為了得到河馬 繼續照顧她 她一定要繼續多些錢 才可以瘋狂 如果她知道死了 未來不能瘋狂 我之前節目也提過 她一定要讓我假希望 河馬覺得 有機會追到這450萬 所以不停製造一些假的機會 我不知道 6月28日這個假象 是否阿可伯 經常向河馬洗腦 其實河馬什麼都不認識 我們在6月22日的直播 如果大家想看 你看看我們 原來他自己說 林作沒有說錯 他是不認識的 我們《方向編輯報》的頻道 即直播那一欄 你會找到 622河馬的直播 他說了什麼 他說要和大家讀書 要分享一本書 他說還要分享一本 他未看過的書 我心想你未看過的書 你怎麼分享 照讀都不會讀 他還要揚言 其實有些字 我都不太懂 我就想 其實那些字 這麼簡單的書 你不是說 例如寫物言文 可能你真的要轉一轉才想到 為何會這樣寫 為何會這樣說 不是啊 是翻譯的書 很簡單 為何會不會 我心想 這本書 那本書 因為我也有 那本書 我還未說 很好看 很值得分享 他說 自己有些字 不懂 太深 如果有些字 讀又跳 讀又跳 他都看不懂 他怎麼和你讀書 他可否讀了一小段 可能找到一段 終於他能夠讀得到 他只讀到一段 厲害 沒有了 厲害 你連讀一本書也有困難請問 大家看到畫面 例如銀行所寫 雖然中英也有 中文也看不到的話 你莫說英文 何班英文很厲害 你再告訴我 沒有可能 他可能不明白 例如怎樣寫 於到其日請將本金及利息 傳入本人斜斜五等的戶口 可能會問 什麼叫五等的戶口 可能他不認識也不認識 利息傳入本人 可能不明白 可能逐字去明白 傳也明白 旗也明白 但逐傳期 他就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 你連這些東西也看不明白 你怎樣懂得看 或者怎樣理解得到銀行這些手續呢 所以有些人說他在內地有物業 或者怎樣有樓 老實說 我就不太相信 他真是一個盲無 因為內地的法律文件 那些中文拼起來 真的要思考樓多轉才明白 其實很多不同的雜費 當然在內地買樓和其他手續 跟香港不是很相同 例如你住的私人屋苑 很多不同的物費 很多到你不相信 你只看那裏有時間看 河馬的智力 怎會叫做得到呢 是嗎 是的 以他的水平 他對很多事物都是不清不楚的 不過他有件事真是厲害的 又被他成功釣倒 可白 這可能是他唯一的技能 即使有很大機會 可白這次都知道 死了 糟糕了 這四百五十萬 又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希望 很大的願望 你給了他這麼大的願望 你又滿足不了他的時候 其實跟一般的男人一樣 是一個謊言 一個謊言 越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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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白都很狡猾 他就是欺騙著河馬 可以繼續跟他雙宿雙妻 有河馬照顧一下 又幫他蓋屁 又幫他睡覺 還有其他事物可以做 只不過一個謊言 蓋一個謊言 其實最終都是會穿布的 現在就看接下來的日子 去到6月28日 可白又怎樣鬥呢 他應該都想到辦法了 我覺得如果給了我是可白 又不想這次這件事 爆波又可以繼續拖著河馬 給我假希望 去東張西望又發神經 又說回那些說話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你都明知 在我銀行資源 是無法拖延的 但你拖延之後 跟河馬說 不要緊 因為遲些是搞法門 到時是法庭見 我們一定能追得回來的 給他一些假希望 他便會相信你 繼續陪著你去爭取 他又知道你能取得回來的 他便會繼續黏著你 你又繼續黏著他 就可以繼續延續這個關係下去 當然 河馬說是 為了可白看醫生 去私家醫院才拿這筆錢 他要不要就不自在 就說不要 這樣說得很困難 回來了 終極的話 我不知道 那個感覺好像 有些男人 在外面有個小三 然後那個小三 經常問他何時跟大婆 離婚 不是大婆 是跟正身離婚 他經常跟小三說 就說 我不要討厭你 對 跟他離婚了 對 遲些先搞定哪件事 我快要跟他說 還沒有跟他說呢 對 又帶小三去行婚紗展 給他一些假希望 即是帶他去看婚紗展 即是看哪裏去拍 旅行結婚 拍婚紗照 給你想像一下 你給他一個假希望 他就會覺得OK 不如我們將來搬來哪裏居住 或者什麼時候 如果我們結婚的時候 就低調一點 找誰去過 正婚人在說 給他很多很遠的遠景 但其實是不會的 問到你的時候 又再給他一些假希望 其實幾次是賀白 但是他沒有辦法 有一個問題就是 賀馬的知識水平 真是很低 其實這種人是很容易騙的 而賀白這傢伙 應該可以騙得更久 一直騙騙幾年應該也不太大問題 對他來說 還這樣無限循環 現在你找完東章 再一次循環 不如我們回到內地再做一些直播 然後再去聖土 然後可能由賴 肯定是黑粉 黑粉就連累到我們那樣的 然後再無限又回來香港 看看能否再搞到 然後發援 最好就申請不到 申請不到就可以繼續嘗試再申請 一申請到發援 我們便會碰 碰完了 我們一搶就沒有錢 管事又怎能碰 這樣就可以了 發援申請不到就再申請 申請不到再申請 申請不到再再再再申請 就是唯有這樣牽著河馬 讓他永遠有希望的 你一定會哄著可白 如果不哄著他的話 他有什麼不滿意呢 他離家出走 然後走到不知哪個兄弟那裡住 還是怎樣的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 是啊 還有 其實可白可以反客為主 如果可白表現到一些不滿 就可以以退為進 然後又變回河馬又會對他好一點 因為河馬的性格應該都是一種火爆的人 只不過現在要哄著可白 這個鹹白 所以讓他鹹鹹 但是一天還沒到手 好像始終是對那份錢 和那四百五十碼 始終有一段距離 就是差了一點點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 河馬就算對 鹹白多差也好 也是要保持著關係 繼而可白也可以繼續騙著他 大家你的例子 如果假裝了鹹白 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聽到我們這一節 如果真的 他想嚇一嚇河馬 讓河馬不知道你去了哪裡的話 過來找我 我招呼你住幾天 拍下去也好 現在可白在他手上 你要乖乖地關掉你的抖音 關掉你的微信 以後不會在這裡弄一弄 我就交給你一個可白 他現在就很開心 我帶他到處喝飲食吃 對啤酒 他就會忘記你這隻河馬 快點 答應 或者等下可白消失幾天 嚇一嚇他也挺過癮的 如果可白受到什麼壓迫的話 也不方便 記得聯絡我們網上編輯 好了 我們這次先到這裡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